我們就先來介紹今天的第二棒 是鍾橋老師 鍾橋老師是展文家 小說家 同時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戲劇工作者 他目前主持參試劇團 待會他還要去台戲 所以待會他時間很不好意思 那我們現在就把第二棒交給鍾橋老師 可以作為一個表演的工具 謝謝主持人 鄭晴雯先生 康雲偉老師 還有李宗雄先生 是各位還要在座的朋友 因為今天事實上要排戲 因為11號要到日本參加 賴波內海離屬集 現在緊繞密服的排練 所以就等一下談完了以後 沒有辦法繼續在這邊 像剛剛唐娟講的 大家能夠對話 就很不好意思 那就如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其實我和這個文壇 沒有真正的熱過見面 已經有超過20年了 因為這20年來都在搞劇場 那台灣的這個戲劇文化 或是文學 雖然就是這個圈子並不大 但是也是有分類 就是搞大劇場的 還有小劇場的 有些時候也不一定常常碰到面 例如說我們搞小劇場的人 可能碰到這個小劇場的 王莫林 這個時間 今天勝過於就剛過世的 國修 類似這樣 台灣的這個文化界 就是文化界的大家的氛圍 第二個就是 其實像我今天是文青 那剛才我和那個 就是我們 就是他問我說 這個 我上一次和他見面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有戴帽子 對 我說我現在實際上 我今天忘了戴我的帽子 因為現在 假設有戴帽子 戴童金的話 上這個公車 人家比較不會讓位 我已經不是文青了 但是有機會到這個場合 來和大家分享 我有快樂 那我想這個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 事實上我的文藝 或是我的這個劇場的歲月 它有一個斷裂 那在這個斷裂的 這一個事情上面 你可以用這個 現在因為我們的劇團 在寶藏眼那一邊經營 2010年以後在那邊經營 可以作為一個象徵 在寶藏眼國際書村 在另一個地方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叫做歷史斷變 那這個歷史斷變呢 它的背景大比上如此 就是說 我一年代 當國民黨去對照台灣來的時候 因為寶藏眼那個地方 是水源底 所以軍軍組長在那裡 那在50年代的那個 時空背景下 這個軍人 特別是底層的軍人 他們在城市裡面 事實上沒有繼續的空間 所以他們就在軍營裡面 搭圍艦 那這一件事也到了60年代 70年代 因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關係 有城鄉的移民的移動 很多從南部的鄉間到台北來 生活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再真正租得起 或是住得起房子 在這個動作 他們就會移動到 像寶藏眼那一種違建的地方去 那這件事情 漸漸的 在透過70年代 80年代 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後 整個社會面對過去的歷史記憶 面對過去的違建或是底層的記憶 就有了一個新的態度 那這個新的態度 就是反映在90年代以後 台灣開始 特別在整個台北市 在拆違建 那麼90年代開始 十四十五號公園拆違建 然後到了2000年 那一年就要拆到寶藏眼來 那要拆到寶藏眼來的時候 現在的這一個文化部長 劉龍映臺 當時是台北市第一屆的文化局長 他就在那個 產生一個很歷史性的畫面 意思就是台北市的 這個建設局的人 他們已經把怪手 調到那邊要拆了 然後已經開始拆了 然後拆到一半了 但是出現了第一任的文化局長 他跑到那邊去 他說這個地方不能拆 這個地方有歷史記憶 這個歷史記憶是老兵的記憶 這個某個程度應該和他自己的一些 他父親的一些背景有關吧 所以就在這個狀態下 那一個地方沒有拆 他在沒有拆呢 他留下了一個歷史見證 那個歷史見證 假設現在大家有時間去的話 你就會看到很多斷圓殘壁 曼草橫生 這個斷圓殘壁曼草橫生 被留下來 他有一個重要的意涵 這個重要的意涵就是 我們的城市在經濟發展 在現代化的非常多的想像底下 留下來了一個這樣的印記 這個印記是曾經 在這個經濟發展狀態下 有非常多的底層的人 他們的生存 他們的記憶 即將被這個現代化發展 所遺忘或是一筆勾銷 那這個被遺忘或是一筆勾銷 以及已成社會 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的經驗 這樣子的一個生命的感受 大體上就訴說了 我的這個寫作或是劇場的生涯 我說剛剛他講這個是歷史斷面 那我個人的這個從寫作到劇場的這個斷面 歷史的斷面 可以這樣子講 這個大體上就 我歷史斷面是戒嚴和解嚴 在戒嚴時期 1970年代時候 我們在台中中 穿現在的 比如說這個 這個施名的施人 叫做陸韓秀 我們在學校 因為有變這個 這個校刊的關係 所以就就成立了一個叫做 秘詩社 那在這個成立的 秘詩社社團 在1970年代 我簡單的回憶一下 我們大體上有文學 至少從我個人而已 文學有三種傾向 我們開始的時候是寫詩 那寫詩的時候 第一個 第一個傾向 就是我們非常熱愛 閱讀葉三文 它的唯美 它的古典 這是一種傾向 然後第二種傾向 就是台中益中的臨近盤 就是那個美國新聞處 那美國新聞處 我們當時在做高中生的時候 我們舉行要進到台灣的 譬如說當時附近的一個中心盤 他也有這個讀書館 但是他那些讀書館 你進去以後 你就感覺到說 好像他都有很多的管制 你還要去班商借書證 還要把那個貼自己的照片上去 但是你到了美國新聞處 進去以後 你會感覺到 他都是這個開架式 他都是讓你感覺很自由 很民主的感覺 那在那一個羅新聞處裡面 就閱讀到了 譬如說 這個Edward Waugh 譬如說 PSF 譬如說 美國非常多的現代主義作家 那這些現代主義的文學或是作家 他在那一個程度 那一個背景底下 也影響了像我們寫詩的 譬如說 我們那時候 就對於很抽象的事 譬如說 譬如說 一個黑色白色 黑色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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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五十一個黑色白色的鈕扣 這樣的事 有一種不知其然 但是呢 卻覺得他很神秘 這個概念 意思就是說 在當時的範疇底下 譬如說你這寫詩的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你能夠寫很抽象 如果很多人看不懂的話 是一個好的思作 這是我們當時的一個背景 當然這個 在後來以後 就會去知道 喔 原來美國性物處 設在台中一種旁邊 和台北的美國性物處 設在建中旁邊 他有一個戰後以後 美國在所影響的 這個亞洲的世界裡面 形成一個反共的連鎖 然後在很戰的年代 在形成一種文化的戰 一直透過 美國文化為核心 來影響這一些 他所行購的這些反共生物的影響 那這個當然是事後 才會做的理解 那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大概就是 也就在那個年代裡面 我們開始讀了一些禁書 那這個禁書 對於我當時 影響很大 一直到今天 然後在搞劇場 本來影響很大 當然就是 陳映臻先生的 這個 將軍族和畢建參詩 當時的將軍族是悲禁 然後我們就是在 讀這個禁書的過程當中 私底下的傳閱 然後認識到了 曾經主的小說裡面 陳映臻所描述出來的世界 當然 最近的有 這一個 趙剛先生他的研究裡面 我們會開始 好像解開了 當時陳映臻 在整個的戒嚴冷戰的狀態下 他怎麼樣透過小說的作品 去把他內心的 伊托邦的世界寫出來 把他內心對於社會主義 對於紅色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想像 寫出來 但是在當時的禁止 那 譬如說 我們當時 就 我們閱讀到 我的弟弟康雄 這個小說裡面 康雄他談到了 就是說 他要去貧窮的地方 設立許多的醫院 設立許多的教室 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讓我們感覺到 一想年輕的時候 非常的深入 那這個深遠 叫後來 到結束了七零年代 在八零年代 然後到台北來以後 我有機會和他相見 認識他的以後 我知道了一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就是 他所在他的文學作品裡面 所傳達的這樣的精神 事實上涉及到他後來 他所自述裡面 所談到的 當他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 他覺得 寫什麼 不會 他覺得 怎麼寫 不會比寫什麼重要 對於他而言 他覺得 寫什麼 是一種思想 怎麼寫 是一個技巧 技巧是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條件 那這一件事情 對於我後來的寫作 或是偏在搞劇場 都相同 有非常大的影響 那這樣子的影響 我可以稱之為 這是一種第三世界觀 我認為第三世界觀 與我而言 就是說 好 我們在國際的範疇裡面 我們認為這個世界的霸權 特別是 這個美國為世界的霸權 這樣的文化 他本身要 必須重新來面對和檢討 這是第一的 那麼在所謂的第三世界觀的內部 有內部社會的 對於所謂的社會弱勢階級的 對於社會所謂的這種 編垂的 怎麼樣跟我們的文學和劇場 去關切 或是與他們對話 變成了一個重要的 這一個創作的一個思考 一個是一個社會內部的社會觀 另外一個是國際的一個世界觀 這兩個連結起來 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一個觀點 那這一個影響當然是到後來 我們在參與人間雜誌的時候 舉例來說 比如說當時我們去做了一個 反杜邦運動 我在那一個年代裡面 進行了這一個報告報同學這個工作 一直影響到後來 直到現在 我在從事民眾戲劇的時候 仍然是懷抱著和抱持著這樣的一種 第三世界觀的一個精神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 與大家繼續討論我的劇場的一些工作 我想就把棒子交給下一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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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